帥氣過彎卻大大失控 騎士跌坐在地眼前的這一幕 機車直接往前滑行 撞上保時捷跑車 當騎士站起身 附近追焦的人也跑過來看 原本還在旁邊喝咖啡的車主 聽到巨響也嚇傻 牙齒過彎擦撞了保時捷 發生在15號中午12點多 北夷公路平臨的財帽灣 19歲陽性騎士自甩 雙手擦挫傷 但這筆車損維修費 恐怕是相當驚人 而在另外一頭同樣也是財帽灣 在同一天上午 發生了過彎摔車事故 我們來看看今天 才拿手機要錄影 沒想到 完了完了完了 正好排到28歲陳姓騎士過彎慘摔 而這一摔連人帶車噴飛 手腳擦措傷 北夷公路蜿蜒頁曲折 多達80多處彎道 根據統計 每年發生在這裡的死亡車禍都超過兩件以上 因此從108年開始實施區間測速 北夷全線速限30公里 事故率確實降低66% 但追焦勝地 偶爾還是有人來證冒險 這回騎士跑山 牙车過彎 打滑的近戰撞上了百萬跑車 這下不只自己的車要修 對方的車損也得賠償 恐怕是傷透荷包